第1名 第3名 三百万元落锤 还用三百四十五万元成交 宝和局顺治四年 公元一六四七提设 在河南开封府 京河南省开封市 淮庆府京河南省沁阳县 有助炉 一称宝和局 康熙 雍正接谷柱 乾隆 嘉庆 道光三朝停柱 咸丰四年七月重设 开柱大前 宣童以后再停 第4名 北宋靖康通宝小平凯书 上海匡时 2022年秋派钱币 北宋靖康通宝小平凯书 华夏 XF88 前文立体 蓝绿包疆 叠压痕迹 190万元落锤 还用218.5万元成交 靖康通宝 作为宋朝的最后一种关注币 存世时间非常之短 宋清宗赵还 靖康年间 1126到1127年 所著 有靖难安乱 康宁赵明之寓意 由于靖康年间战乱不止 朝廷疲于应对惊人难清 无暇顾及筑钱 再加上筑期短 筑量少 流传至今十分难得 第5名 清代宣统通宝保全侠 宣版大样雕母 上海洪盛 2022年春拍股前专场 清代宣统通宝保全侠 宣版大样雕母 公博少权二期 温润包疆 可见同光 地章平整 自如刀销 130万元落锤 还用149.5万元成交 目前私人收藏 宣统大样雕母珍品 仅此一枚 戏九十年代 琉璃厂国营 北京钱币商店所出 第6名 清川炉大型花钱 母钱钱树 一对杭州一和 2022年下拍金银定 机智币 古钱 清川炉大型花钱 母钱钱树一对 字口犀利 地章细腻 形体硕大 造型优美 最上端金钱祥云之上 四幅环绕 一齐和仙人 寓意极其极祥 兆全之经典就藏 一百二十五万落锤 还用一百四十三点七五万成交 元差放于神庙中神龛左右 第7名 清代雍正通宝保全小瓶雕母 杭州一和 2022年下拍金银定 机智币 古钱 清代雍正通宝保全小瓶雕母 华夏巴巴 红褐色包姜 据考证 该版雕母民间仅发现两品 一品为石门少全所藏 另一品即是该拍相 由128号买家进的 一百二十万落锤 还用一百三十八万成交 雍正时期 由于同源紧缺等原因 各局鼓注无多 因此在五地前中相对稀见 以此而推 筑钱稀少 自然雕母可贵 第8名 清代道光通宝保全小瓶雕母 四川德轩 2022年秋派钱币专场 清代道光通宝保全小瓶雕母 同质精良 自口立体 穿口精修 一百二十万元落锤 一百三十六点二万元成交 雕母者 亦称祖钱 视为母钱之母 至钱之祖也 凡助钱之法 先将精炼镜铜或千锡 手工雕凿成祖钱 遂翻杀祖母钱 此后用母钱映祖祖钱 钱之攸关 故祖钱乃清代祖钱之根本 素来为藏家所珍事 第9名 清代咸丰宝园当前母钱 四川德轩2022年秋派钱币专场 清代咸丰宝园当前母钱 至真-85 同质精良 铸造规整 前文立体 棕色包浆 九十万元落锤 一百零二点一五万元成交 清代研习明治 在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保园局和保全局 并在各省设立驻局 清康熙61年 1722年 规定眉省只设一局 并统一将各省局的名称 以保字为首 赐用本省一字 各省设立的驻局存放增减平凡 先后设立的达武 六十所 保园局至监督 皇帝清派专门掌管全局事务 是仅次于侍郎的主官 尤翰 满各议员充任 和珅外孙瑞秀曾任保园局满监督 第十名 原末起义军前天起通宝折三 楷书传书一队 上海洪盛2022年春拍股前专场 原末起义军前天起通宝折三 楷书传书一队 色泽苍翠85万元落锤 还用97.75万元成交 原末起义军徐寿辉 于原志正18年改元天起 并驻天起通宝 繁大中小三类形制 分以折三折二和小平对应 其中折三天起通宝 又有传书和楷书两类 传书是全界名品 乃属于试著性质 目前仅见极品 无愧于股权武是名真 你家抽屉有吗